瘦肉精萊克多班一般用於治療動物呼吸道疾病 但能提高瘦肉比例 减少飼料成本 並使賣相更好 提高售價 增加養豬戶的利潤 来 教育部回答要不要去查 再跟魏伯伯一起來了解 谢谢 不只了解 你要去查 校園可以这样做吗 昨天最新的消息 报道 在台北市的国小营养午餐的菜单背面 有一个这样子的文宣 应有萊豬的广告还办有奖征答 所以次长或是教育部国教署 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吗 完全毫无所惜 我们要再进一步了解一下 还要进一步了解 来 卫福部 资料来源出处 卫生福利部食药署 来 次长还不知道 因为这个资料来源 的确 这个我们在食药署相关 那我现在跟次长讲 他们说资料来源出处是食药署 来 看一下内容 这些内容是出自你们的 新闻稿 文宣 说帖 还是公文书 是还是不是 这可能要再进一步确认 你们要进一步确认 好 这边说 瘦肉精 萊克多巴胺 一般用于治疗动物呼吸道疾病 但能提高瘦肉比例 减少饲料成本 并使卖相更好 提高售价 增加养猪户的利润 来 次长或 来 署长 一个教育部国教署 这是国小营养午餐菜单 背面的文宣 你们没有掌握 没关系 赶快去查 这样的内容 你们认为适当吗 前面第一句话 就说可以减少瘦肉 增加卖相 可以提高养猪户的利润 听起来 在帮瘦肉精宣传啊 但是 各位长官 国内的猪农是禁用 全面禁用瘦肉精耶 讲的 对猪农有多好 可以这样美化瘦肉精 更不用说 整个标题是营养小尝试 瘦肉精变成营养小尝试啊 说出自食药署 来 次长 你认为这样的内容适当吗 对于这个 我们本部或者是食药署来讲 我们都是针对这个 莱克多巴胺的健康风险评估 对大众做说明 那么 我们不会特别去强调 它的这个营养影响 当然不会嘛 你们不只不能强调 你们要传达证券的资讯 特别是告诉孩子 这道校园里面 瘦肉精是对人体有害的 特别是卫福部 下面还说 姑且不论政府对美株 瘦肉精的风险评估结果 姑且不论政府 对瘦肉精风险评估的结果 这表示什么 他认为政府的风险评估 是不可信的 我姑且不论他的结果 下面说 所以在生活中 我们可以这样做 更不用说下面 有许多错误的讯息 包括这边 可以定期使用莱克多安的试剂 筛选 避开使用风险 是真的如此吗 次长 加工品有办法用试剂测出来吗 这些都 在我们的这个公开资讯网页里面 没有去谈到用这样的方式 好没有 所以 食药署 你们要去查明清楚 他说资料出错来源 卫福部食药署 今天下班以前 提供给本席 到底有多少学校 有这样的文宣 到底政府 有没有相关经费介入 食药署 你要不要为这样内容背书 如果不是 不要 你要查清楚 追究相关行政责任 是不是再请委员提供给我们完整 当然可以啊 不然我们也不了解这个 这个 部分的讯息 我们比较难查证 就图片来源 所以你们要去查清楚 教育部 署长 可不可以去查 对 那个就麻烦教育部跟 来教育部回答要不要去查 署长 来对着麦克风讲 要不要去查 我们再跟卫福部一起来了解 谢谢 不只了解 你要去查 校园可以这样做吗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